这边的房子 差不多已经瘦出百分之六十了 怎么了 没事 先下去吧 杨秀诚回来了 他查到一些线索是关于 是关于你的身世的 是关于你的身世的 冯先生 冯小姐 好久不见 杨先生好 那个 你们慢慢聊 我先出去了 温春里的事 我要向冯小姐 和你的家人道歉 为虎作称 虽不是我的本意 但我也是个有罪之人 我这么一个小人 冯小姐 瞧不起也是应该的 但是之后 若有什么能帮得上忙的地方 你尽管吩咐 杨某一定车前马后 不敢有半句怨言 杨先生发挥特长 帮着七爷扳倒荣驾 就足够赎这一桩罪了 至于你其他的罪 就不是我可知悔的了 坐吧 七爷跟我说 你查到了关于我身世的线索 是 荣定昆他 其实不姓荣 而是姓秦 你说什么 赵华安自荣定昆 开始闯荡之时 就跟着他了 他知道荣定昆所有的秘密 我买通了他手下的一个亲信 那个人告诉我 前年 赵华安的女儿嫁人 在酒席上 他喝的大醉 说了很多胡话 其中一句就是 荣定昆 不叫这个名字 而是叫秦水根 那他又是怎么变成荣定昆的 中途改了名字吗 好像从一开始 他就是冒名顶替的 那他就有可能不是我的生父 这个赵华安说的话可信吗 都说 酒后土真言 我觉得可信 荣定昆所有的直系亲属 他的父母 祖父母和兄弟姐妹 全部都死于一场医病 但是我听当地的老人说 荣家 本来就住在镇外 又是关门庇护躲翼 本事好端端没事的 是荣定昆带着病死的 发妻和儿女的尸首 回家 把病带回荣家 荣家的人才会染病而死 反倒是荣定昆 说是用了西洋的药 反而没事 你是说 他为了掩饰自己 杀了整个荣家 我是这么推测的 这二十几年来 荣定昆从来不跟 荣家剩余的老亲来往 宁可中用皇家的子弟 也从来不提拔荣家的人 这难道不奇怪吗 对 他心里有鬼 不敢和荣家人接触 没错 如果他的身份真的有问题 那他为什么要成为荣定昆 真的荣定昆 又在哪儿呢 我会彻查此事的 我会彻查此事的 杨先生 感谢你的情报 能帮上你 我也很高兴 他去哪儿吗 还聊着呢 我来聊了 哪儿mes呢 和我聊了 我来聊了 我来聊了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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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苦了 辛苦了 回来 好 回见啊 回见啊 出锅饭了一趟 是 你还没去哪 去晚了 红烧鸡子比我没有了 我现在不去 来 这儿了 这儿了 慢点啊 走 是呢 芝芝 别等了 说不定你哥先回去了 才不会呢 我跟他约好了的 好好好 好好好 是真 哥哥 走 我们回家吧 嗯 抱歉 我来晚了 我听说 你跟医院申请 要带一名家属一同出国 户身边可可窗开了 是我妹妹 我准备带我妹妹 一起过去 你妹妹 她不是去北京教书了吗 这一次的奖学街啊 非常地富豪 足以支付我们两个人 一起出国生活了 我呢 给她挑了一所好的大学 以我妹妹的聪明才智 她一定能够攻读硕士学位 没见过你这么疼爱 内秘的哥哥 您太太将来 恐怕跟小姑子很难相守 我暂时可能又有点准备的 哈哈哈 请不吝点赞 小姐 你有买房吗 这是荣氏商行新修的房子 这片都是毒洞 上下有四个卧室 两个卫生间 还有最新型的下水系统 这一片老房子都被拆关了吗 倒也没有 那个西角那边 倒有一栋老房子 烧得不厉害 不知怎么一直保留着 谢谢 不客气 这边的房子 差不多已经售出百分之六十了 再往前走三个路口 就是河岸 到时候港口建设完成之后 四家船就可以 加上 怎么了 没事 抱歉 刚才是我哪里的 港口 这是个民用港口 差不多有八十到一百个传播位 这周边配套的这个商铺 和酒店公寓楼 都已经在修建了 加上 你喜欢航海吗 我舅舅才送了一艘新的油厂给我 上个月刚刚下水的 我想请上同学和朋友 在船上开个纪尾酒会 到时候一起来玩吧 多谢李小姐的盛情邀请 只是 我有些怕水 平日里尽量不出海 够趴让你扫兴了 我都应该要